沒有什麼特別想法 我最主要當初為什麼要上瑜伽 是因為我想我整天都坐著 然後工作壓力非常的大 那我就覺得說好像整個人都沒有動 肩膀都很重 那我想說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等於是讓自己學習什麼去動 所以我就來上瑜伽 結果上了之後我發現 我兩個肩膀變得很鬆 然後整個人就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就開始找同事 就大家一起來上課這樣比較快 那其實我上瑜伽並沒有要求自己說 一定要進步很多 或者是要得到什麼 我只是想讓自己覺得心情能沉澱 然後覺得做起來很愉快 就這樣的想法而已 可以嗎